哎呀 粉紅超跑 終於來看小姐姐了 台青 真是眾望所歸 他機器成功 對 昨天晚上 其實媽祖已經進到了彰化 那進到彰化之後呢 我所有彰化的朋友 都打電話給我 他說 媽祖到底會不會 去秀傳醫院 那大家都很關心 我就說 其實我發現 這個小妹妹 他們姐妹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媒體關心 不是所有的香釘腳都很關心 而是包括在地人 這是我們彰化的在地人 都非常的關注說 白沙屠媽祖到底會不會去 但是說先生他們問你也沒有用 妳哪知道媽祖會不會去 但是我當然會說我希望去 因為其實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給小妹妹一點點力量 沒有想到今天真的 而且當地人跟我講說 媽祖只要直直走 直直走就會到 就會到秀傳 就是昨天休息的地方 住駕的地方 那沒有想到真的 果然媽祖真的都聽到了 不只是妹妹的聲音 因為其實妹妹 他們家裡面的人 一刻薄也說 他們很希望媽祖能夠去 看看小姐姐 然後給她一點點 安定人心的力量 然後撫慰她一下 沒有想到今天媽祖去了 去了以後我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 終於我們看到了 那今天呢 妹妹當然沒有辦法 自己親自下來跟媽祖見面嘛 所以呢 我們的醫務人員醫院呢 也很貼心 就準備了一個小螢幕 讓我們的就是妹妹呢 能夠看著螢幕 然後呢跟媽祖這樣子 就是隔著螢幕面對面 那當然就是 除了面對面之外呢 她也有所反應 所以她眼睛眨了眨 就是她知道 那我們現在畫面看到呢 可以幫我描一下 這個是小姐姐是不是 對 這是小姐姐 然後這個大家 就是大家在告訴她說 現在白沙豚媽祖已經來了 來到了我們這個樓下了 然後妳開不開心 就是妳知不知道 然後開心 眨眨眼 所以說妹妹 就是這個小姐姐 基本上現在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跪在那個媽祖的 轎子前面的這一位呢 是我們三樓的護理長 她代表著妹妹來 就是拿著妹妹的衣服 來給媽祖家 因為現在最嚴重的是妹妹 然後護命指數只有三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今天 在秀團醫院的是小姐姐 戴著是妹妹的衣服 姐姐 是小姐姐的衣服 小姐姐的衣服 妹妹是在張機 妹妹是在張機 所以她手上拿的是 小姐姐的衣服 因為他們就是講說 因為太嚴重了 所以沒有辦法同時送 同一個地方 所以就分開了 然後這個是小姐姐的許願 就是希望白沙屯媽祖能夠去看她 所以今天真的如小姐姐的願望 然後媽祖達成她的願望 也達成了所有我們香釘腳 還有我們所有 就是我們彰化人 所謂有在地人的一個心願 好 那這一次也去了B&W廠房是嗎 是的 這個我要先解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這個 B&W這一家車廠 是因為它在2018年的4月 它發生了一個爆衝事件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祭司 有四位祭司在修理那個 就是輪胎以及煞車來令騙 然後沒有想到呢 就是在修理完以後 要倒出來的時候呢 突然發生就是人為因素的爆衝 所以那時今天才會到這裡去 今天已經到了 好 等一下我先打個槍 因為我看到這個畫面 是 大家怎麼都用走的 因路段路怎麼跑得這麼快 其實就是媽祖其實也很趕時間 我媽祖先到她的籃 那個聯誼會那邊 先去看看 巡視一下 然後聊聊天 就是我們 就是現在我們再轉過來 看到的這個B&W 它就是在我們的聯誼會的對面 所以媽祖很急 媽祖很急 我感覺到 大家都用走的 因為我們那邊聯誼會有兩個 一個是白沙頭媽祖聯誼會 一個是三邊媽祖聯誼會 所以它兩邊都要去製憶 然後製憶完以後再回來 那個她想要去的地方 意思是說媽祖也會看實際上 說現在才不會有 有看到 時間有 趕快 趕快 大家都會走 所以時間有一點趕快 所以我先到那個聯誼會那邊 然後看看就是我們的 就是聯誼會裡面的分靈媽祖 然後再回來 我正式要做的 那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 湯一那時候有發生這個事件 那一年就是事件發生之後 有死了一位巨師 然後就是媽祖沒多久 其實那時候他們的那個感覺 就是整個車場裡面都非常 氣氛很低迷 然後媽祖適時的去到那邊 然後給他們加油打氣 所以讓那整個氣氛 就是整個那種死氣沉沉 因為畢竟死了一個同事 所以那整個氣氛才在慢慢的活絡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說 今天媽祖的一個行程 其實是有一點點在 撫慰人心的一個行程 那當然這個每一個人都有 因為媽祖來都被賜福了 然後被加持了 所以他們的心也都得到了安定 這是我想信仰最大的力量 這一次也到銅綜合醫院了 對 銅綜合醫院 他我要先說一下 我們現在這近幾年來 銅綜合醫院就是在幫我們 白沙屯媽祖的忙 每一年都派了一到兩部的救護車 在我們的那個隨行的車隊伍裡面 那我們在今年我們又來了 那很多我們就是在看直播的時候 就很多人笑說 媽祖是來巡視一下 那個排扁到底的位置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了那個排扁的位置 對 我們只要白沙屯媽祖 到了有住駕跟停駕的點 我們都會送一個紅色的 叫紅綠 紅綠 然後那個地方 因為通常其實是要掛起來的 像這種沒有地方掛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一個把它扁 排扁 扁額把它弄起來 然後放在那個就是門的上方 可是去年媽祖來的時候突然發現 你怎麼把我的這個扁額 放錯的地方 它放在藥局的那個門上面 然後媽祖來就說不對不對 然後媽祖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媽祖在那邊 在那個位置上 這個就是他們掛錯地方了 媽祖說不對不對 我要的不是這個位置 這樣沒有辦法幫助我們的 醫護人員還有我們的救護車 你要把它轉到那個搶救區 就是也急診室 就是有救護車 有救護人員的地方 那一面牆才對 所以呢今年我們就開玩笑說 媽祖又來行事了 沒錯 她今年掛的位置 確定是對的 所以媽祖還非常關心 她的扁到底掛的位置 對還是不對 這樣的例子其實過去也有 對 其實橋位子這個部分 橋位子 對 我們都說橋位子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位子關乎於 像剛才我們就關乎於 急救人員的安全 我們的救護車的安全 急救人員就是傷患的安全 那這一個是關於神明土地公的 因為這一年媽祖就 莫名其妙來到了一個美容院 那媽祖來做美容 我剛剛看到那個門好窄 要進去不容易 對 沒錯 但是媽祖這樣擠擠擠 還是要擠進去 那到底裡面有什麼需要 媽祖這樣進去 原來門的後面有一個土地公 那個門一打開 就會撞到土地公的位置 所以本來那個土地公的位置 是很容易被撞到的 是 就是門一打開 就會撞到土地公 所以我們就 媽祖就知道了 然後衝進去這個美容院 然後在那個牆上面 就是跟在土地公那邊 停了一下下 那它現在是撞那個牆是嗎 對 它就是 土地公說我要坐這個位置 它剛才不是我們看到畫面是 媽祖在跟土地公說話嗎 然後沒多久 媽祖就跑到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土地公說 我要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指定位就對了 指定位 所以媽祖在這裡就 砰 就撞出一個大洞來 撞出一個大洞 這個位置就是土地公說 我要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指定位就對了 指定位 神明指定位 所以媽祖在這裡就 砰 就撞出一個大洞來 撞出一個大洞 那個力量很大 對 力量很大 因為它就是不斷地在撞擊 所以撞到一個大洞 我們就說 我們應該不用陪吧 因為真的是媽祖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我看到那個洞了 對 就很大對不對 其實就是我們的土地公 他說我不要坐在那個位置 因為常常 我整個讓人開門去撞到 撞到 我坐不住 我要換一下 因為當然一般來講 神明都一定坐在門的正前方 大部分都會安置在那個位置 安坐在那個位置 結果媽祖就幫我們的土地公 喬好了一個非常舒適的位置 讓我們的土地公能夠坐得很穩 能夠保佑這一個美容院 能夠生意興隆 那麼我們每一天都會出去